拥有冒险精神的人可能会尝试一些比较危险的职业 这些工作薪水很高,但内容却相当危险 普通人是无法轻易进入这些行业的 因为在工作的过程里,只要犯了一个小失误 就可能会把整条命也赔上 听听未经小事为你带来世界上极度危险的工作 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深山峭壁中 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黑大蜜蜂 尼泊尔中部的五龙族部落的人 每年会在这里进行两次采蜜活动 勇敢的采蜜人会用绳子和竹子制成软梯 登上近百米高的悬崖 在峭壁上寻找黑大蜜蜂的蜂巢 找到蜂巢后就会看见密密麻麻的蜜蜂 这时采蜜人会使用烟雾驱散蜜蜂 但这仍然不能完全防止它们被蜜蜂咬伤 驱散完毕后 吉隆主人就会用一只竹杆捅掉蜂巢 然后将收集的蜂蜜放到篮中降到地上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数十万只的蜜蜂围攻或摔下悬崖 回到村子后就会将野生的蜂蜜分给族群们 供大家享用 而剩余的蜂蜜可以用来支付一些生活上的开销 帝王蟹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但为了让食客们吃到美味的帝王蟹 每年都有无数的捕蟹人因此付上生命代价 根据统计 阿拉斯加捕蟹人的伤亡率比一般工作高出50倍 他们只要一步走错就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从上船一直到返回故乡 捕蟹人每分每秒都处于在危险里 平均每七天便会有一名捕蟹人上升 他们不但要应对恶劣的天气 还要在巨浪里捕蟹 捕蟹人每次出海时间大约5-12天 每天的时长就是20小时以上 疲劳加上寒冷的气候 捕蟹人的反应会逐渐变得迟钝 导致捕蟹人在颠簸不平的甲板上站立不稳 很多人因而被巨浪击中 溺水身亡 但人在高风险的同时就有相当高的酬劳 每艘捕蟹船平均可以捕获约20吨的螃蟹 每位捕蟹人平均5天就可以赚进2-10万美元 战地记者是指在战争中报道新闻的记者 他们必须根据亲身经历 采写战地现场的新闻报道 所以为了能报道战争动态的真实性 战地记者们必须忘掉自己的存在 当炸弹从天而降时 他们依然继续自己的危险工作 把新闻带到世界各地 让世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从1989年到1999年 世界各地就共有472名新闻记者被杀害 除了失去生命 他们还得承受精神上的创伤和痛苦 被迫寻求心理治疗和推出新闻界 非洲卡麦隆的这群矿工 他们的工作地方就是卡麦隆西部附近的河流 因为当地建筑业需要大量的细杀 矿工们就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潜到6公尺深的河床掏杀 这里大约有4000名矿工 他们不属于任何公司 矿工们会驾驶简陋的独木舟 带着沙筒来工作 首先撑着长干跳进河 然后在水桶中装满细杀 装满后大约15公斤重 再将水桶带回船上 就算刮风下雨也不会停工 这份工作非常危险 每年都会有人失去性命 因为常年累月的工作 他们无需上健身房就练了一身漂亮的肌肉 蛇毒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高于黄金 因此有液体黄金之称 蛇毒贵是因为它提取的难度非常高 取毒师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 用手扶着蛇头 再将蛇牙刺进附在室管口的塑胶片 用这个方法来刺激毒蛇 分泌毒液并收集 有些没有经验的人士被丰厚的酬劳所吸引 也开始尝试取毒的工作 结果就因此丧命 毒蛇的毒液能够被制成血清 为相关临床治疗所使用 打个比方王中蛇产出了200毫克的毒液 就足以生产16万剂的抗毒血清 能够拯救4000人的生命 五件小事会在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傍晚更新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